过去一年,新冠疫情继续在全球蔓延,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,中国2022年经济增长将达4.8%。 近日,全国政协常委、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在接受采访时认为, 这个预估数字过低,展望2022年中国经济,他充满信心。 我个人是觉得因为国际上对中国的判断,就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经济的增长可能达到5.1%。 我觉得这个数度太低了,因为我觉得中国完全有可能6左右,甚至6以上的增长。 只要我们把信心提振,利用好我们有利的条件, 我相信会延续过去中国经济发展的状况,2022年内也会将出,交出一个亮丽的成绩单。 林毅夫认为,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,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高速发展, 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新引擎在哪些领域。 林毅夫认为,在传统产业领域,中国依然存在较大的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的空间。 花达国家的产业,它的互加值应该存在最高的。 那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,我们互加值比它低,或是我们身材还没有, 那我们就可以进入啊,进入以后就是产业升级了。 改革开放以后,连续40多年,平均百分之9点多的增长。 那主要就是我们利用的跟花达国家的产业技术的差距, 都会来着优势,作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来源。 那我们经过这40多年的发展,一方面我们有些产业, 像加电商移动同学,已经在世界前沿了,当然必须自己发明。 还有新经济,我们可以跟其他发达国家一样, 取头并进,再加上新经济的特性, 我们有人力资源的优势,我们有大市场的优势, 我们有产业配套的优势。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创新的空间。 未来几年,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哪些压力? 林一夫提到了一个关键词,那就是信心。 过去这几年确实,从2010年以后, 我们增长力逐渐下滑。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花达国家, 从2008年危机以后,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恢复。 那么也给我们采取了一些贸易战,科技战, 想要对中国的发展,创造障碍等等。 但是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保持电力, 利用我们大市场的优势。 中国要是能够维持比较快速的增长, 不仅是中国的需要, 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利好消息, 也能带动其他国家的发展。